殡葬业已连续数年进入中国十大暴力行业榜单中 垄断 暴力 混乱 死不起 原本是工艺事业的丧葬业被冠以各种恶名 有媒体称 殡葬业的利润率甚至远远高于房地产 收益最高时甚至是成本的十倍到二十倍 殡葬业高额利润的背后是殡葬一条龙全套服务模式 逝者一旦被推进太平间 就如同进入整个殡葬的产业链 从搬运尸体 火化 再到入葬 殡葬业的每个链孔里都能生钱 在这里 一切殡葬商品都成了必需品 名目繁多的装饰费 卸尸费 运输辛苦费 消毒费 香烛费 遗体整理费 遗物焚烧费 休息室费 丧者家属即使不情愿 也只能一一买单 有人给算过这账吗 都说现在房地产行业暴利 不如这行暴利 殡葬行业往往是 你最后收取的钱 是原来成本的多少 十倍 二十倍 三十倍都不值 所以在这么大利益的诱惑之下 有很多人就愿意干这个了 就承包着太平钱了 有的人说他这价格这个无法无天吗 其实我们政府有相关规定 你像这个运送尸体 火化尸体 冷藏尸体 这三样 这是咱们实行政府定价 你不能乱定价 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政府定好了 那么后边这些 丧葬一条龙服务的这些项目 它属于有政府指导 这样有市场自主定价 在这方面呢 没有明确的监管的条例 所以在这里头就可以溢价 可高可低 那么一旦可以溢价了 我刚才说了 这个死者家属这时候呢 心情很悲痛 往往人死了呢 死者伟大 还讲什么价 多丢人呢 种种中国传统的习俗 以及当时的特殊情况 造成了这些殡葬服务者 殡葬服务公司 可以借桑桑一条龙的过程当中 肆意宰客 地下CBD人身后花园 按军价仅售人民币三万元整 值得一身典 双位大客厅结构 富士设计 仅售六万块钱 而且是附带豪华金装修的 好不好 十八相送 一水黑 看上去就像黑社会 有没有 有没有 要的就是气氛 绝对的庄严树木 绝对的气势如虹 搭灵堂送纸前三丈服务一条龙 一条龙 所以说你看太平间 咱们很多中国人一提死挺忌讳 没想到它成了香饱饱 成了好多人竞争之所在 而且这个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呢 它分成医院里头和医院外头 这医院里边 你不要以为说你承包了这个医院的太平间了 这些事就都你的了 不见得 还有人跟你争着 所以医院里边承包一方要严防死守 说白了就是没等这个病人变成死者呢 你就得盯好了 它怎么盯呢 一般是分两拨人 一拨人是侦查 一拨人呢 去谈价去 侦查怎么侦查呢 撒大网似的 重点蹲点 蹲到哪儿呢 急诊这块和ICU病房 这俩地方是最容易处死人呢 这是 在这俩地方等着 而且这里头人素质可不低 有不少人能看懂那心电图 能看懂这各种这诊疗报告 甚至能根据他这病情分析 这人活了多长时间 很专业 所以他们得了这消息汇报 然后第二拨人上来了 找家属团价来 朋友你好 一部手机 转发分享就秒结到账 很多普通网民一个月收入两万元 一年时间运收入十万以上 并且时间越长收入越高 没有投资 不用囤货 在家兼职全职都可以做 转发分享就能秒结到账 团队一起运作 手把手地教你 成就你一生财富梦想 请记下我的联系方式 QQ 6345 05059 QQ 6345 05059 或者微信189 0825 3852 微信189 0825 3852 了解不会损失什么 拒绝了解将措施良机了 下一秒再见 地盘有的医院甚至出现很丑陋一幕 这人在里边抢救还没死呢 外头凉伙人就打起来了 医院外头可以走 怎么扔的 跟这个急救中心120挂上钩 就说某小区里边 比方说这个突然间家里有老人突发心脏病 过世了 这一打电话呢 那头人马上就来了 来了这个时候 病葬公司给这个急救中心 给120相关的人塞上钩子 你把其中一个人 这死人的尸首拉我这来 我就给你多少回扣 而且这回扣能打听到什么程度呢 他有行话 说穿没穿衣服 就说这死人受衣穿没穿上去 要没穿受衣 我再给你加多少钱 要没穿受衣 这活就我的了 在衣服上我还能挣他钱 所以很多的这个病葬公司呢 买通了急救中心和120的 甚至有的120的急救中心来了 一看人不行了 马上把病葬公司的服务卡片 塞给家属了 你找他找他 回头到他拿回扣 有的是得到了信息 马上就给信息费 然后这单业务做成了 我再接着给你回扣 所以现在很多病葬公司呢 甚至和外边这都挂上钩了 他其实这个人假如说死在家里头了 他来了经过一检查 确实死亡了 然后开个火化证明 就可以直接开到殡仪馆 直接火化 他有的急救的这部门呢 他不直接拉到火葬厂 反而拉到附近医院的太平间 就进入到殡葬公司的势力范围 甚至有的呢 为了能够挣钱呢 连附近医院太平间他都不拉 我钻条那远的 他给我钱多 然后跟起来医院太平间装修 医院不收外头的患 我想如果我们每个老百姓呢 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的理念 即使现在这些殡葬公司 再怎么承包这太平间 再漫天要价 你不为所动 据理力争 不要觉得说这人没了 我还讲价是丢面子的事 而且老人过世了 那么我们采用博葬的方式 其实也是老人生贤的心 我还没说了 我还没说了 感谢观看